大家好,欢迎光临大鱼食堂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款虎纹切片饼干 125g软化的无盐黄油 加40g糖粉 先用刮刀翻拌几下 免得用打蛋器的时候糖粉飞起来 再用打蛋器把两者混合均匀 不需要打发 一个鸡蛋,连壳60g左右 分次把蛋液加到黄油里 每次都要搅匀后再加蛋液 删入230g低筋面粉 用中筋面粉也可以 饼干的口感会稍有区别 用刮刀大致拌匀以后 揉成面团 分成三份 做三个不同颜色的面团 一份里面我加了一点姜黄粉 这一点不仔细的话是吃不出来的 又加了几滴红色色素 调成橙色面团 你可以换成任何合适的果蔬粉 或者直接用食用色素也可以 把橙色面团和原味面团对半切开 再交错组合在一起 搓成成条以后放在一边备用 另一个面团我加了少量可可粉 但是这个可可粉的颜色和黑色相去甚远 我又加了一点黑色色素 勉强算是个黑色面团吧 双色面团整理成长条 不要太薄 这个厚度会是饼干的高度 再一侧切成宽条 相隔1.5厘米左右 顶端不要切断 同样方法在另一侧切口中间再切一刀 形成折线的形状 黑色面团按切口数量切成小块 这个饼干我也是第一次做 就我做的感觉来说 黑色面团比其他两个小一些 效果会更好 黑面团搓成长条 塞在切口里 把四周整理平整 切成六等份 每个面团旋转90度以后排成一条 转移到烘焙纸上 转移到烘焙纸上 包好后放在冰箱冷冻40分钟 40分钟后预热烤箱到冰箱中 把面团取出来切片厚度在5毫米左右 放在烤箱中下层160摄氏度烤20分钟 不要让表面上色 非常应景的虎纹饼干就做好了 希望这些饼干给虎年的新春带去一丝暖意 祝大家新春大吉 来年虎虎生微 感谢收看 我是大鱼 我们下期再见